再来看欧洲抗疫化石燃料的环保人士又出奇招 这一次他们把手粘在德国机场的跑道上面 导致所有航班都无法起降 而行程遭到耽误的旅客抱怨连连 好几名环保人士24号清晨 闯入德国科隆布昂机场 并在社群平台X上 贴出把手牢牢粘在跑道上的照片 结果导致机场所有航班取消 旅客抱怨连连 发起这项行动的环保组织最后一代表示 他们希望借此施压德国政府 在2030年前达成全球协议 不再使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但受困旅客认为 这种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的做法 罔顾旅客权益实在太不负责任 而类似行动也在伦敦上演 不过10名来自拦住石油环保团体的抗疫人士 在试图从西苏洛机场围墙闯入时 就被警方拦下拘捕 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混乱 然而环保组织已经扬言 未来数周将在欧洲各大城市的机场 发起同样行动 为终结使用化石燃料的诉求 持续抗争 公事新闻在惠明编译